好瘋喔 夏天抽專輯的小卡 沒有抽到最稀有的九則 所以 馬上call out給小賴 男團五天琴 近期發行新專輯 其中實體打開 就會附贈成員們的自拍小卡 但羅俊說抽到小賴 想要換成成林酒 和邱鋒澤的合照 居然殺到香港 跟粉絲當面交換 今天是兩天後的 早上七點多 我們現在要出發去香港面交 現在到香港 面交完交回去 說換就換 兩人出發直奔 香港就是這麼瘋 讓見到本人的粉絲也超興奮 羅俊說也成功換到 稀有的雙人小卡 而這個小卡流行 其實是從K-pop開始吹進來 我手上拿著的 這個就是專輯小卡 一張專輯可能三四百元 但是如果是人際成員 可能一張就可以賣到五六百塊 甚至如果有特別活動的話 一張可能賣到上千元 專輯裡的一張小卡 成為粉絲收藏的重點 加上每一張專輯 都再附贈一張 甚至滿額還能再抽一張 最貴我收過兩三千的吧 就是最貴 我很多卡 就是可能幾百張 生活的時候很無聊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樂趣 因為開小卡 就開到不同成員的小卡 會有興奮感 能不能拿到自己心愛的成員 只看老天願不願意賞臉 讓買專輯就像下一場賭注 也儼然變成經濟公司 重銷量成為新的小卡商機 TVBS新聞 李韻哲 李韻文台北報導